我国在武器技术领域长期受到外国的封锁,但是凭借科学家的努力,最终打破了外国人的封锁,事实上,还有个国家也受到外国的技术封锁,但是就是在这种极度不利的情况下,自立更生国防工业得到明显突破,实力得到明显提升,而这个国家就是伊朗,不过,近期伊朗展示了一个戒艇的全息投影,被网友看到后直言, 这是要善寨我国055大区,更有人调侃为伊朗版的055大区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其实,这是伊朗在国内举办的海事展览会上,亮相了一款大型驱逐舰的全息投影,关键是外形与我国的055万吨大区非常相似,因此被网友调侃为伊朗版的055大区,再加上近期055又有新动作,要进行海事, 所有就有山寨055大区之说,另外,伊朗也亮下了国产,明显有原相控阵雷达,探测距离高达250公里,探测高度也达到了30公里,单看这些数据,雷达性能还算不错,并且很有可能加装在伊朗版的055大区上,就像现在很多女生出门要是不拎的LB号,总感觉稍变着了。 这是造神盾舰的节奏,小伙伴不要怀疑伊朗人自力更生的能力,他们国内造船企业的实力,虽然没有我国那么强悍,但是造船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, 其中一家造船厂分别拥有2座30万吨船物和2座10万吨船物,不仅可以打造千吨战舰,还能建造几十万吨的游轮,实力不容小觑。 事实上,伊朗也需要打造一支实力强悍的海军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,要知道,他们可是守着波斯湾这个巨大的巨绑盆,一口油井下去,那可是明黄黄的金钱,奈何自己被技术封锁几十年,只能继续打我老掉牙的战舰? 然而,小米也认可伊朗将造出类似055的大型驱逐舰,但是体格要远离055大驱小得多,虽然伊朗军工实力不咋地,但是他们的仿制技术可是一流的。 美俄等国的导弹流落在其手中之后,他们立马就能弯出花样,地对空导弹瞬间就变成地对地导弹,甚至按键导弹。 总之他们非常善于把手中的武器进行合理优化,成为自己的杀手锏。 不过,战舰结合很多技术,比地空导弹等技术要来突破,不仅需要融合导弹技术,还要融合雷达等技术。 难道可想而知,目前伊朗最先进的战舰体格也就2000吨左右,与我国056部位舰差不多,而且还是在几十年前战舰山改改改的场。 要想真正实现055大区级别的战舰,恐怕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,哪怕伊朗并没有研制出可比线055大区的战舰,但是他们能够冲破层层技术封锁,研制出性能差一点的武器,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及时进行创新。 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,航母应对是以航母为核心的一系列水面战舰的统称,一般航母本身是执行作战任务的主力,而其他舰艇这是为航母提供安全保护。 全世界能够建造航母的国家并不多,但随着滑越甲板短距起降战机的逐步逃及,不少国家也拥上了航母这个似乎遥不可及的舰种。 除了日本在探索发展出云套准航母外,土耳其也在建造第一艘阿纳多鲁号航母,并将成为中共地区第一个拥有航母的国家。 那么,这艘航母究竟成什么样?土耳其发展航母的动营核在哪里? 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,国土东北部与东部与俄罗斯和伊朗紧营,东部与伊拉克和叙利亚接壤。 更要的是,土耳其背面靠着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黑海,南面则是物资运输航道繁忙的地中海,西面靠近爱琴海。 而且土耳其还恶守着博斯托鲁斯海峡,提起博斯托鲁斯海峡大家迫许并不陌生。 当年我国从乌克兰购买的瓦良格号航母,通过该海峡时就曾遭到土耳其方面的极力阻扰,并被命令退回出发地。 此后瓦良格号航母在黑海徘徊,整整500多天才大通过。 在此期间土耳其还借机交了我们一笔竹杠,让我们交了10亿美金的保证金。 近年来,土耳其在美额两个大国之间左右逢源,成为了中东地区相当有影响力的国家。 土耳其不仅拥有强大陆力和空中力量,在海上力量方面也是名列前茅。 其拥有中小型战舰100多艘,潜艇13艘,两栖作战舰艇10艘和水雷战舰艇24艘。 不过,从整体上看土耳其战舰数量不少,但缺乏大中型战舰数量,战斗能力有限。 而为了继续增强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,并能与俄罗斯、叙利亚在地区利益, 岛礁征观和黑海、地中海海域赢得更大的主动权,同时摆脱对北约的依赖。 土耳其海军才决定建造阿纳多鲁号航母,并已经完成了龙骨铺设工作。 综合各方信息来看,该舰一旦完成建造将成为土海军史上吨位最大的战舰。 阿纳多鲁号全长231米,宽32米,满载排水量2,8万吨,最大航速20节,最大航程9000海里15节。 该舰最大特点是舰上设有两个作战指挥中心,即两栖编队指挥中心和登陆部队指挥中心。 可实施多种作战任务,舰上还增设了全通飞行甲板,并配有12度仰角的滑越跑道。 可用于搭载并起降F-35B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战斗机。 此外,舰上机库还可以存放10架左右武装直升机或访前直升机, 物舱内可容纳4艘气垫船或100多辆装甲车。 可以说,阿纳多鲁号是名副其实的轻型航母, 鉴于土耳其造船长基础设施固足,技术工人缺失,造舰经验较少, 土耳其军方从一开始就对外寻求帮助,并向外发布一份建造3万吨戟两栖舰的招标书。 当时有法国、德国、韩国等不少有能力建造的船厂纷纷参与竞标, 然而,土耳其却赚了这些国家一把,最终将这个建造工作交给了西班牙。 西班牙曾为澳大利亚量身打造过堪培拉级两栖攻击舰, 改建于阿纳多鲁号一样采用全通式飞行甲板, 可起降多架直升机,并具备改装成轻型航母的潜力。 不过,在舰载武器,尤其是电子战设备方面, 西班牙完全依赖国外产品与部件, 这无疑将增加阿纳多鲁号的建造成本。 为了能够完成建造并尽快形成战斗力, 土耳其还打算从美国增加采购F-35战机的数量。 不过,土耳其录制予采购和S-400防空导弹系统, 美国将对其实施包括F-35战机等武器舰运。 事实上,就硬件而言,阿纳多鲁号要组成一个航母舰队, 还必须拥有驱逐舰、护卫舰、攻击型潜艇、 武器舰四大舰种,而在除硬件舰台外, 还必须取得软件要素, 即能使航母编队具备作战能力的各项训练科目。 这对于毫无航母编队操作经验的土耳其海军而言, 可能需要数年时间。 换言之,土耳其海军如果不组成海上编队作战, 单枪匹马的阿纳多鲁号在激烈海战中难逃的基层的物运, 参观中国海军军舰。 2018年12月20日,伊朗海军报道自己在这一年中的主要远海行动, 其中包括了出动了一艘驱逐舰, 一艘远梁补给舰访问了中国, 并且还登上中国的军舰进行了参观。 伊朗方面也是主动公开了这次远洋远海行动。 从视频中,我们也是看到了伊朗海军官兵对中国那6000吨级别的052导弹驱逐舰那渴望的小眼神, 本身伊朗海军最大作战进行阿尔曼格级护卫舰才1200吨, 而最新服役的撒汉德号驱逐舰海水温位才1300吨, 就这么点海水温还不够中国056型护卫舰温位, 但是伊朗海军一直换比驱逐舰还命名, 这也表明了伊朗海军渴望自己获得大型驱逐舰的心情, 伊朗海军的威国确实想很多。 相比之前,伊朗海军要想获得中国052C导弹驱逐舰这样大型舰艇, 要想要限货的话显然不可能, 毕竟我们海军还急需宙斯盾行防空驱逐舰, 并且052C导弹驱逐舰仅有6艘, 我们自己都不够用的,怎么卖伊朗海军呢? 但是中国海军舰艇型号有很多, 包括了一款特别适合伊朗海军的型号, 并且是限货052B多用途导弹驱逐舰, 这两艘052B导弹驱逐舰海水量为7500吨, 并不比当前伊朗海军向美军购买的四艘基德级驱逐舰小太多, 052B驱逐舰,中国052B导弹驱逐舰主要是依靠051B驱逐舰的船体, 安装了额制SBM-12中纯防空导弹, 以及中国自行研发的730G防炮, 尽管没有先进的有源向控阵雷达以及垂直发射系统, 但是武器装备都是十分相近的, 并且052B导弹驱逐舰一度是我们海军网红舰, 但是随着052C、052D、055导弹驱逐舰的出现, 这艘舰慢慢弹出了我们的视野, 052C之后,052B就不红了, 052B多用逐导弹驱逐舰还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, 该舰整体外观平滑, 主要动力是两台乌克兰研制的, 而是燃气轮机提供舰平主要动力, 和两台中国国产的柴油机提供舰上用电需求, 而G-SAN-12中程防空导弹也是中国海同旗-16的原型弹, 其主要部署在168、169号052B导弹驱逐舰前后各一处, 整舰拥有一座顶板三座飙雷达和4.